謝謝 謝謝院長 我也跟院長的感覺一樣 這個選戰將會是一個非常艱巨的選戰 也是需要很多人共同成就的選戰 我沒有意思要逃避自己的責任 我知道自己的責任最重 但是畢竟一個個人是有他的極限 選戰是團隊的作戰 選戰的意義在一個政長 怎麼樣體現他的競爭力 跟他的對於台灣社會的願景 能夠被我們這個社會所接受 尤其是也是考驗台灣的選民 在選擇他們所要投票的對象的時候 他所思考的理性跟他的成熟度 這是一個台灣社會的民主總動員 這是一個大家集體要投入的過程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我相信每個人都有他很重要的角色來扮演 前階段的黨運作過程中 提名的機制是按照一定的黨機制來運作 尤其是在主席的帶領之下 我們也完成了大部分區域立委的提名 但是我們區域立委的提名後面 還有一些還沒完成 主要的就是我們很多的 應該是有一些部分的堅困選區的提名 也牽涉到策略性的考慮 已經完成的部分大致是對我們來講 是一個競爭力比較強的選區 所以大致都是以初選的方式 來完成提名的過程 所以在那個階段上 他策略性的考量 氣質上是比較小 主要的還是以初選 而且民調初選來決定人選 但是後階段的這些比較艱困選區 那我們就有一定的策略性的考量 而且會跟我們的大選 總統大選做合併的考量 那麼這個就是一個 將來我們要選舉的策略考量 那麼這一個部分 我們也會來 就是說請教院長和院長的思考 那麼院長在過去的幾年 參與過好幾次的總統大選 那麼甚至於在2004年 也操盤過阿扁總統的選戰 那麼2008年自己也親身的投入 所以在黨內有經驗 來參與這個總統大選的前輩 院長是少數之一 那麼也相信 與院長對社會的號召力 跟院長的魅力 那麼對於我們整體的競選團隊 一定有它的加分作用 所以呢 所以呢 其他的事情 就不會是在電視機前面跟各位報告 所以等我們跟院長請教 然後我們有一句的意見以後 我們再會跟大家報告 謝謝 我們辦公室為了歡迎主席來 這是最大的地方 還移走了一些週以 今天早上我還把原來的行程給整個取消 所以主席如果覺得 我們也很對不起 幾位我們戴主席 老公大家抱歉了 等一下還有餘子可以坐 這還沒有餘子可以坐 我們都沒坐 這都是記者朋友 不是 我來 所以 這也表示是說台灣社會對院長的 將來在整個選戰所扮演的角色 跟在台灣的政治場域裡面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視 那如果社會是這樣想的 那我們整個黨也更是這樣想的 所以我相信我們將來會有很多的機會來跟院長請教意見 我們也希望我們的競選團隊可以借重院長的團隊 今天站在這裡的好多個 那他們在我的瞭解都是一時之選 那麼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協助院長都非常的精彩 那我們也希望就是說我們將來在整個選戰的過程中 也能夠借重他們的這些才能 我想大家都一個心 全黨打大選 大家都願意盡力 只是不知道主席心中怎麼盤算 所以還是主席講話 還是看要派什麼工作 直接這樣 這些具體的問題 是不是我們跟院長談好之後 我們再來跟社會大致報告 或許你以外怎麼都可以談 是 你們還要繼續跟我們在一起嗎 主席 您不要客氣 我一直說 是 真的 這場選舉是很重要的 主席 你可怕要快一點 我開始 因為 不是那麼簡單 是 現在已經加緊速度在作業 不過 因為這個規模其實是蠻大的 但是我們可以 疫情可以處理的事情 我們都現在開始處理了 包括地方組織的動員系統 現在已經開始在地方開始 開始在有一些作為 那主席就是 看怎麼樣 經過這一段時間 看主席需要怎麼樣 因為大概前言都已經講好了 前言 就是 可以跟各位共享的都講了 那其他的事情是不是 我們跟院長商量好以後 再一起跟各位報告 主席直接派了 就不用商量了 要派我什麼工作 這個我們 因為他所牽涉的事情 不是一個工作的位置的問題 他還牽涉到整個選戰的布局 跟選戰的思考的問題 那麼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能夠完整的給院長做簡報之後 那才能夠斗膽的邀請 這個院長擔任特定的位置 我沒有 我不是在問位置 我在問工作 我是弱勢的人 工作就是等於位置 所以是不是 還是等我們有機會 把整個問題都可以 向院長報告清楚之後 我們再做最後的一個 跟院長的協議 都聽主席的 主席是候選人 謝謝 謝謝 我想就謝謝各位 今天跟我們在一起 二十幾分鐘 那開記者會 這個也算是蠻長的時間 那麼質疑其他的事情 真的 我們是不是還是等我們的規劃小組 有一個完整的思考之後 來跟院長簡報之後 我們再來請院長擔任那個最重要的角色 謝謝 什麼是最重要的角色 其實我不需要什麼 我只是要盡力的 都已經表示盡力 主席如果還沒有決定 或者還要誰去討論等等 都還是尊重主席 謝謝 好 好像今天媒體朋友這麼多在這裡 主席大概不會再講什麼 要不要聊點輕鬆一點的 你妹是不是跟院長已經都說好 要問什麼 不是有開放媒體體驗的機會嗎 剛剛 會前進去 真的啊 好 你們來這麼多 有什麼問題要問主席的嗎 主席 謝謝各位媒體 謝謝主席 謝謝客總召 還有秘書長 還有發言人 那不曉得各位媒體 今天這麼早來 這麼辛苦 那有沒有什麼問題要來提問的 那我們簡單幾個問題 謝謝 主席 只要媒體問好不好 好 院長請教一下 先講一下 我心頭可林曹藝 我在猜啊 主席作為候選人 其實要認命誰 其實心裡應該有底數 也可以做決定 那他會不會擔心說 院長 他會不會擔心說 他一講出的位置來 你給他當面拒絕 好 所以你現在覺得台庫上 是所有位置都會接受 還是怎樣 那如果所有位置都會接受的話 除了記憶禮 不然的話 應該主席應該 可以把那個位置是怎麼 直接講出來 沒關係吧 這樣子是嗎 對 如果答案是這樣子 如果答案可能是要回去考慮一下的話 所以院長還會去考慮一下 那我們不一定要逼 來 好 他這個不是問題 他只是告訴我們他的想法 問院長問題 院長是不是什麼位置都接受 他剛才問說 主席是不是擔心 所以是不是擔心要主席回答 那我已經表示 就是 我作為一個資深黨員 我本來就是要盡力 主席是什麼位置等等 我講不是在位置 我講就是 我不在於那個位置 而是在於那個盡力 在於那個做事 大家都知道我是做事的人 那我真的很期待這一戰 要打贏 還是讓主席回答吧 請教一下 我想先 我是公司的 那我想先請教一下主席 就是因為今天的那個 民意媒體聯合報 有這個最新的民調出來了 那就是 表示說 剛剛這個主席名宣佈說 當天那個民進黨會選人的時候 是兩個人是差距 是蠻砸離開 勝負馬一走 但是今天在這個馬一走 就是三周年之前的時候 整個數據已經拉開了 那主席名怎麼看這一份民調數據 這恐怕你要請聯合報解釋一下 為什麼差距這麼大 那差距的這個時間 好像也不是很長 這自然時間 我也沒做錯什麼事情 除了秋意爆料之外 那這個是烏龍爆料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 應該請聯合報警去回答 謝謝 還有哪個 主席剛剛有提到 就是說 院長的團隊很多有優秀的人才 那你剛剛有提到 可能會跟院長 因為可能有點借將的意思 那我想請教一下就是說 院長願不願意借這些將給 這個是你的問題 這是你的問題 我剛才有特別講 全黨打大選 我都願意盡力了 所以這沒有借的問題 反而我應該是帶著 所有願意跟著我 一起來為主席加油的人 來一起打這一場大選 只是希望我如果 把介紹推薦誰一起來 主席不要拒絕就好 好 謝謝 謝謝 市長還有問題 來 議電視 我是議電視的原本 以前您剛剛雖然說 私底下這樣 不過大家還是很好奇 不過現在還有在練 目前有兩個方向 希望院長可以找到 另外有擔任您的競選總幹事 那您有沒有比較 推向哪一個 那院長您自己的 推向入選 這個是我們兩個要談的事情 不會公開跟你談 跟我們談完再跟你報告 院長 我已經在初選過程中 對於我競選的態度 以及我做什麼事 不做什麼事都講清楚了 我也一向是一個說話算話的人 各位可以檢驗我的整個歷程 所以有些我已經講過的話很清楚 就不必再用一般政客的衡量標準 要重新再問我 至於我個人怎麼樣的情形 或者是怎麼樣來助選這些 我想我不在乎位置 我在乎工作怎麼樣把這場選戰打贏 因為我知道這是一場困難的選戰 不過最重要還是候選人本人 所以這一切都尊重候選人 所以要主席回答 好 謝謝 那不曉得各位媒體 好 謝謝各位媒體 大家今天辛苦了 謝謝大家 也謝謝主席 那謝謝大家辛苦了 不好意思 謝謝我們接啊 謝謝 等一下三次的握手 三次的握手他們沒有放的很好 我們再來 剝100 誰說不喜歡表演 你還剝100 那那那 我們這個不能再看 從右邊看到左邊 左邊左邊 左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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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邊 左邊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